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叔叔 阿姨 伯伯 还有大哥 大姐们 好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礼拜六 一早大家能够来这边上课 相信都是有心人 我想请教一下 第一次听我的课的请举手 第一次 真好 真好 谢谢 太好了 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认识好多新的朋友 每一次的演讲都是一次的缘分 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那不只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给大家 最后我也希望有一些机会 你也可以分享一些你的经验给我 那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那在上一次呢 我曾经也到这边来做演讲 那讲的主题是家属的心理的 这个反应跟他的调试的一个过程 那刚刚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朋友们 都是第一次听我演讲 所以可能上一次没有听到 那所以呢 我在今天的演讲里头呢 前半的部分我会复习一下上一次的内容 那但是呢 因为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是要谈怎么去照顾 那要谈怎么照顾 其实我两个钟头都不够 我半天都不够 那所以我只有这个两个钟头的时间 那我要把调试 要把照顾都一起讲的话 所以呢 我会就会非常重点的好题 今天这个主题看起来怎么样 听起来如何 听起来不错 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真爱记忆依然精彩 非常正面的一个slogan 一个主题 那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其实这是台湾师智政协会 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我们确定下来 这个是我们协会追求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 真爱记忆的意思是什么 是长辈呢 他失智了之后 他其实他的记忆会慢慢的退 他的功能会慢慢的退 但是呢 他其实还保有一些的记忆 保有一些的功能 那我们的目标是要去看到 他还有哪一些的记忆 还有哪一些的功能 而我们要去珍惜他还有的这一块 努力的去使用 让他去发挥他还有的记忆 跟他还有的功能 而使得呢 他的人生剩下来的这一段 不知道多少年不管他多少年 我们希望最后的这一段 还是可以依然精彩 那对家属来讲呢也是一样 不是说老人家精彩快乐就好 我们希望家属可以在照顾的过程 一样是依然精彩 家属的人生不会因此由彩色变成黑白 那我们希望家属也一样可以享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那怎么样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各位猜想这种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那坦白讲 要抓到这样的一个重点 这样的一个slogan跟追求的一个愿景 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想到的一个 我们的愿景 我在失智症这个领域 从开始到现在 今年刚刚好 今年满20周年 20年长还是短 20年你可以做多少事可以发生多少事 你可以从小孩子到大学快毕业 这样的一段时间 其实也是摸索到今天才能够抓得到说 我们其实要追求的目标 是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我们不是要去追求说 哎长辈呢他可以就好起来了 请问八十几岁失智的长辈 他还可以好起来吗 你期待是这样吗 不是 那你的期待是什么呢 快乐就好 平平安安就好 好 那不只他平安他快乐 我们其他家人要不要平安跟快乐 也是一样 其实人生追求是什么 能够平安能够快乐 好 大家能够和平的相处 好 很圆满的这样子就很好 好 能够长生不老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看这个问题是 什么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好 那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一个目标 但是不容易 可以去努力 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家属 他做到了 那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在座各位 不晓得有多少位你的朋友当中 是有这样子的知智长辈需要照顾的 有的请举手 OK 好 相当多 那自己家里头 本来我家里我就在照顾长辈 我现在就在照顾长辈的请举手 好 我们先给我们这几位家属掌声鼓励一下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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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不见得是我在家里头照顾长辈 而是我另外一个姐妹 我另外一个家人在负责照顾 但是你会不会挂心 你会不会想说我也要去尽心帮助一点什么 可是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那我常常只能够嘴巴上讲讲讲 对不对 可是我其实心里头很想要帮忙 不知道该怎么帮忙 好 那那位照顾的很辛苦的那位姐妹 你也看得很心疼 你想要分担一下 可是当我自己去分担她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又有好多挫折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好 其实大家都想帮忙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要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那更多一点彼此互相交流分享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好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 能不能带给你一点点的收获 好 不敢讲很多收获 但是你能够带一两招回去的话就非常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依然精彩 什么叫依然精彩 第一个呢 我能够做得到的是 让长辈跟家属都有好的生活品质 好 长辈跟家属都有好的生活品质 那第二个是要降低家属失智的风险 请问这个重不重要 你想不想 想 好 我们每一个人呢 没有失智的人 其实都要降低失智的风险 好 所以家属不但要记得照顾长辈 还要记得照顾自己 不要哪一天我也变成这样了 这个很重要 好 好 再来 降低意外事件的发生 好 我刚刚讲平平安安的 好 平平安安的 那各位看得到很多的报纸上的新闻 有没有失智长辈的意外事件 有 最多的看到什么 走丢了 走丢了找回来就好 找不回来呢 家属心里头会不会一直悬在那里 晚上睡觉都会做梦 好 一辈子就是这件事情跟着 好 所以意外事件要降低 这个很重要 好 减编缓长辈的退化 那我用减缓长辈的退化 而不是说让他不退化 这个很重要 基本上我接受一个事实是 他其实就是会慢慢退化下来的 其实我们人在老化的过程 是不是也会慢慢的退化下来 但是他跟一般正常老化又不太一样 好 他会比一般的老化来的更快一些的 好 基本上他会慢慢退 那只是我们怎么做 让他可以不要退的那么的快 就好了 好 那不同的照顾方式 但是的确长辈退化的速度会不一样的 这点是肯定的 好 那我们以为说我们帮长辈做很多很多 就叫做照顾的好 但是你知道吗 我看到过非常非常疼奶奶的一个爷爷 他请了一个外傭 这个外傭呢 帮这个奶奶做了所有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这位奶奶退化的超级的快 因为他可以完全像个植物人一样 所有的事情都由别人代劳 所以他就不需要动 他不需要有功能 因为他的功能完全被取代 那这是你所期待的吗 这个会快速快速的退化下来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一点 那我们会讨论怎么做 才是一个好的方式 让他不会退化的这么的快 好 照顾三部曲 刚刚讲目标嘛 目标我们先确定 我们目标是在那边 那刚刚目标里头 有没有说要让他好起来 没有喔 那有没有说要让他出门 就一定要记得回家 回得了家 也没有喔 那有没有说一个目标是说 他要永远记得我 不可以把我忘记 好这个是很多家属心里头 会有的期待 没错啦 他能够记得你越久越好 但是其实总有一天 他还是会忘记你的 但是他能记多久就记多久 恐怕要接受这个事实 其实很多的孙女会告诉我说 他回去看奶奶的时候 最怕的是奶奶叫不出他的名字 奶奶不记得他是谁了 好 所以他就经常回去 为的是要奶奶一直记得他 非常好 他常常回去看奶奶 这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心里头就是要有一个准备 有那么一天 其实他就是会忘记我 我只是希望说他可以记得我的时间 越久越好 好是这样 那这三部曲 第一个是先认识这个病 到底是怎么样 那照顾的方法到底应该怎么样 是那个完全帮他做掉所有的事呢 还是说哪些事情应该让他做 哪些事情才是我要帮的 这个就要搞清楚 那当他说我要回家的时候 我明明在家里啊 当他说我要回家的时候 那我到底应该说什么呢 怎么说才是对呢 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再来是家属自己该怎么调试自己 他有很多社会资源我要去运用他 那第三个 你跟你的家人全部的家人 大家要一起来讨论 未来到底该怎么样做 照顾的计划应该怎么样来做 那一起讨论好 将来大家呢 互相帮忙互相补卫 才不会一个人太辛苦 那因为这一部分 是上一次曾经讲过的 我先稍微复习一下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谈照顾 那家属的调试 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属会讲一句话说 他没有走我会先走 我看到大家在点头在笑 心有戚戚烟对吗 真正辛苦的是谁啊 是患者吗 旁边在照顾的那个最辛苦 家属的人最辛苦 所以那家属会说 房子开开的时候要跳下去 怎么他都不会感冒我一天到晚感冒 出去的时候他走的比我还快 练都练不练 有点疼 我们有狮子长辈可以从内湖走到山下去的 体力之好耶 可是家属呢 有办法吗 没办法 反而长期照顾下来 家属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当我们在谈思之症照顾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强调 家属要先照顾好自己 你如果没有先照顾好自己的话 你没有在调自己走这种方言 照顾是几年的事情 请问 几年 狮子长辈从诊断到最后回老家大概是多久 十年 二十年 每个人当然是不一样啦 平均八到十年 平均八到十年 久不久 哎呦 蛮长的一段路耶 那这段路你要走 能够平平顺顺圆满的走下来 如果你没有事先的一个规划 如果没有一些相关的配套的话 光靠一个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家属自己要先安顿好自己 你才有办法跟着他做这样长期的一个奋斗 那长辈在整个从轻度中度到重度的过程 他的状况也都在变喔 他的状况在变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调整自己耶 那是不一样的 轻度照顾中度照顾到重度的照顾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很多人会误以为说 这个轻度比较好照顾 重度比较难照顾 请问是这样吗 大家摇头 这个常常家属会说 这个躺在那一边跟那个 会跑来跑去的 头脑不太好会跑来跑去的阶段 哪个阶段会比较好照顾 躺在那边一动也不动的时候会比较好照顾 反而呢 脑袋不好 可是身体超好 体力超强的时候 喔 很疼耶 好 所以失日症的照顾跟一般病人照顾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好 那这个可能我们在 呃事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好 我很快的把家属的调试复习一遍 好 那第一个呢 家属本身自己的生活的规划 好 你要有一个规律的一个生活 对不起 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跟喘息 好 固定的时间必须要让自己喘息 喘息很重要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江属经常会觉得说 喘息会有点罪恶感 我怎么可以休息 怎么可以找别人来帮忙 好找别人来帮忙 代表自己不够能干 好 所以呢要一个人能够从头做到尾 但是反过来是你要变成固定的喘息时间 固定你礼拜几 早上或是下午是哪一个姐妹来帮你 礼拜几是谁来帮你 那礼拜几你要送到哪里去 譬如说有日间照顾中心 你一个礼拜有一个下午送过去 那让你有固定喘息的时间 这样子路才走得长长久久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一开始你就要把它放进来 你的规划当中 那很多家属都会说 我没关系啦 他好就好了 我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吗 那真的 没赢 所以呢不管怎样 你其他兄弟姐妹大家要一起 就是有一位主要负责照顾的那一位姐妹呢 你要帮他安排这个喘息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我们大家轮流来补位 这样子才有办法走下去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好了 你要喘息的话 你就需要有一些社会资源可以使用 除了你自己的家人之外 那我刚刚讲到呢 会有日间照顾中心 那我们有一个叫瑞智学堂的 瑞智学堂 那另外还有居家服务 居家服务 所谓居家服务是怎样 他可以派人到家里头去帮忙你照顾 但是呢他会评估长辈的状况 然后看你可以获得多少小时政府补助的这个居家服务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譬如说一个礼拜可能来三个钟头 这三个钟头他就帮你 跟这个长辈譬如说带他去散步带他去运动 还是说你要去医院看门诊的时候他可以陪着一起去 医院去看门诊 我带他去就好了 为什么还有一个人陪需要吗 需要 我们在医院里头常常碰到长辈在里头就走丢了 为什么走丢了 家属去上厕所 然后长辈坐在外面 家属跟长辈说你坐在这边等我 不能乱跑 要等我 有用吗 马上转个头就忘记了 带我来的那个女人怎么不见了 然后就他要去找你 知道吗 他已经忘记你刚跟他交代的事情了 这种事情太多了 那家属带的长辈一个带一个的时候 一堆的事情要去办 那不可能都是一直跟着在旁边 如果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一起去的话 你会放心很多 压力减少很多 你不用一支手都Q条条的 那个压力其实很大 你有没有带过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也怕他走丢对不对 然后要一直抓着小朋友 他一跑掉的时候 要赶快看看小朋友在哪里 就像这样 所以你小朋友会跟大人手中 有时候会有一个链子 有没有看过 老人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链子 不过长辈基本上配合度会更糟糕 他不会愿意配合 所以如果有居家服务 你也要使用他 那我接下来再提到一个部分 各位知道 现在有一个长照保险正在规划当中吗 长期照顾保险 对 那长期照顾保险呢 未来是强制险哦 就是跟健保一样 大家都一定要保的险 所以呢 将来等长期照顾保险开始了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要缴保险费 那我们有缴保险费的话 等我家里头有人有需要照顾的时候 那这个长期照顾保险 就要给付你这些照顾 那包括居家服务 居家护理 日间照顾 都是他的给付项目之一 那那个时候的状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那如果到有长照保险的时候呢 那我们看看医长辈的一个状况 那经过长照管理中心的一个评估 他们评估完之后呢 说我们这个长辈现在状况 我们可以给付多少的照顾服务给他 那么你就尽管去用他 那在这个服务里头呢 也会有一些是对家属的 譬如说 可能有一些照顾训练的课程 那这个照顾训练课程呢 你就要去上 那可以免费的去上 那可能有一些服务 我不清楚 现在还没有规划到那里 到时候看 也许某一些的服务呢 当你要用的时候 你可能这个家属 也必须要先上过这个课才可以 这样子对长辈的照顾品质好不好 好 那说实在 说实在 家属里头是不是每一位的家属 每一位兄弟姐妹 照顾长辈的心都一样 大家都摇头 哈哈哈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不是每个都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那个负责照顾 或者是要去领一些津贴的那一位呢 就一定要上过这些课 我们才能够确保 这个服务 这个照顾的品质是好的 那这个对我们的长辈是一个保障 对我们家属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方式 好 所以这个保险不容易里头考量非常的多 好 那所以在社会资源当中呢 好 除了这些之外 好 各位有没有听过家属团体 家属团体 没有 好 那所谓家属团体的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家里头有在照顾 失智长辈的这些家属们呢 聚集在一起 互相讨论 互相分享 我家里头照顾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那你怎么处理 他怎么处理 大家一起分享 好 这样的分享对我们自己在照顾 有没有帮助 会有很多帮助 非常多帮助 好 那常常每个人的方法会不一样 那你多听几个不同的方法 回去使用呢 你就可以找到 哦 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做 好 那你就会多几把刷子 另外很有趣 我还听到家属这样说 他去完家属团体之后 他的最重要的感想是 他本来是这个 哀愁的脸去参加的 就出来是笑着出来的 他发现说 其实他照顾的那个妈妈 是所有的长辈当中最好的一个 他发现 其实他妈妈没那么糟糕 虽然他妈妈跟他自己以前比起来差很多了 可是当跟别的长辈比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其实他妈妈非常优秀 所以从此回去之后呢 对妈妈的态度跟那个心情上改变非常的大 那有一些家属其实长辈已经回到家了 可是他还是来 为什么要来 他可以继续把他过去 曾经遭受过的困难 他怎么克服的很多的经验 跟后面的家属分享 而缩短他们摸索跟痛苦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要佩服他们的 他们很愿意去帮忙别人 那因为很多家属觉得说 我都这么辛苦过来了 我希望别人可以不要这么辛苦 所以我们的家属团体呢 其实有一些长辈他已经不在 他照顾可能10年 可能7年的时间不一定 那每个家属的经验都会不太一样的 那刚刚提到瑞智学堂 那我在我的PowerPoint里头 其实也有提到瑞智学堂 那瑞智学堂第一次听到的请举手 瑞智学堂 OK 好 谢谢 瑞是那个祥瑞的瑞 那个瑞士的那个瑞 智是智慧的智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相对于失智 失智的话是失去智慧 那失智他从开始慢慢到后期 他的智慧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消失的 那是一个失智的过程 失去的过程 那瑞智的话呢 就是要看他留下来的 所以瑞智学堂里面呢 会去评估长辈 失去多少能力之外 留下多少能力 而留下来的这些能力 就是我们要去发扬光大的 那因此在瑞智学堂里头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看长辈能做什么 就让他们做什么 好 忧郁呢 也是失智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所以 你要降低失智的风险的话 你的忧郁一定要改善 好 你想有做 你会比较快 在这个失智症 所以呢 想办法让自己的忧郁可以改善 不管看医生 多做运动 跟朋友去诉诉苦 都是好的 换个角度想 其实这句话非常好 山不转 路转 那路不转呢 人转 是 能够这样的话呢 你没什么困难的事情 那一些想法 譬如说有一个家属说 能够有机会照顾父母 也是一种福气耶 他把它看成是一个福气 那你心情上 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你能够去参加家属团体 你会获得很多不同角度的想法 如果你自己跳不出来 你去家属团体 你跟大家分享 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可能就有机会 可以豁然开浪 欸 照顾长辈会不会有生气的时候 会受不了想要逃的时候 会要抓狂的时候 头脚要拼了 几天没睡好 到最后真的是受不了 这个变成熊猫一样的 这个是照顾长辈的过程里头 大概多多少少都会出现的 人就是有一个很多 你真的这样 要自己自己重复同样的话 三十分四十分 你这样撞不住 凡人都撞不住 所以会受不了 那是正常的事情 就接受自己 其实会有自己的限度在 那有传奇的时间 你才有办法挑适你的压力 你要接受自己 就是会有这些的情绪在 接受自己的情绪 倾听自己的情绪 让他有一个出口 这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家属团体的话 你就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情绪 然后听一听大家的情绪的分享 你会觉得哇 这样整人不一样 你去跟其他的这个同事或是朋友讲 有些时候人家不太能够理解 我最这个夸张的一个case 有一个家属他去跟同事分享 同事跟他讲说 你是不是有另外一半 你是不是有第三者 是怎样 这位先生是照顾太太 结果他就告诉他的同事说 他太太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他的同事以为说 他已经有另外一个新的女朋友 所以才会对他现在的太太 在闲东闲西的 就人家没办法理解 因为看到狮子长辈的状况 就是好脚好笑 看起来没办法 怎么有需要照顾有这么难吗 人家没办法理解 但是你去到家属团体 你又发现知音一堆 你一讲大家都听到 你一讲 大家这样笑的 你说的他说 每个人讲的其实就是类似的经验 你要发现我们大家在一条船上 那种感觉差很多 要经常鼓励自己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从小这个父母亲的教导说 不要太得意 得意会怎样 忘形 所以不能够觉得自己太好 这是我们很多的文化的背景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有困难 没关系 我们去家属团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家彼此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支持 跟别人交流分享学习 这个很重要 尽量维持原来有的社交生活 还有一些事 你本来就喜欢爬山 就千万不要断掉 你本来就喜欢 这个每个月可能会找到朋友一起去 这个聚聚餐 那你就维持 这个很重要 那很多家属会刚开始觉得很有罪恶感 我怎么可以 我应该要照顾 我怎么可以这样自己去享受 那现在要转过来 因为你唯有维持自己这些社交的生活 维持自己这些嗜好 你的能量才有办法维持 去照顾好你的家人 那还有一个重要事情是 长辈总有走的一天 就是你总有结束的一天 而到结束了之后呢 你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你原来的那一些的 这个嗜好跟朋友 要不然会断掉 好 请别人协助 开口提出要求 请别人协助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每个人都很会吗 会不会对有一些人有点困难 有些人就很困难 请别人帮忙 好像总觉得别人一定会拒绝他这样 就很怕去提出要求 你不试不知道 试了他没办法那也就算了 但是至少我开口 那另外还有个概念就是 父母亲是谁的 不是我一个人的吧 那我照顾父母亲我有福气耶 对不对 那我福气我不能自己一个人抓着呀 大家都要有机会嘛 那每个人都有机会 对我至少告诉你我这天不行 我那天不行 那你可不可以来帮一下我的忙 好帮忙照顾一下妈妈这样子 那你有机会照顾妈妈 这也是一个福气喔 好累积你的福气嘛 好那让大家都有机会 好运用社会资源 我刚刚所说的 有很多的社会资源 大家可以去使用 那还有未来长照保险 好这个部分 让自己的照顾的这个历程更丰富 好那我们有一些家属就会安排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些活动 譬如说带着这个父母亲回到老家 回到他过去熟悉的地方 跟长辈去谈过去的很多的事情 好那重温旧梦 在这个过程发现更了解自己的根源 好更了解父母亲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辛苦的事情 那跟长辈之间的关系就会更亲密 好那虽然说照顾上辛苦 可是也有这些事情 可以让我们照顾上更丰富 好那跟着父母亲一起做一些事情 譬如说一起捡菜一起折衣服 一起种种菜等等这些呢 跟长辈一起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那我们有一些家属 慢慢到最后走出他的一条路来的时候 他开始享受这种照顾的历程 这是最高境界 享受照顾的过程 享受那个这个爸爸妈妈又在记得什么的时候 那享受跟爸爸之间的一个互动 那有一个重度的失智的阿公呢 他看到洋娃娃就好开心 跟着洋娃娃就讲话 然后逗他 然后逗的时候还会这样 知道吗 然后跟洋娃娃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可是听得懂吗 完全听不懂 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可是他就是一直跟洋娃讲话 一直跟洋娃讲话 你看到这样的景象你会觉得怎样 对他把洋娃当成是孩子 就是真的小baby了 有一些家属看到会觉得说 这个洋娃是假的 你怎么跟他讲的像真的一样 他会觉得这样不好 就把洋娃抱走了 就是觉得这是异常的行为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觉得爸爸好可爱 然后看到这个爸爸这个阿公呢 跟着这个洋娃互动的过程 哇 长辈笑容满面 开心的很 抱着洋娃一直摇一直摇 跟他讲话 去到哪儿就抱着他 平常如果说 这个阿公在生气的时候 洋娃一抱出来 怎样 哎呀 就开始笑了 就开始注意着洋娃了 那个生气就没了耶 就忘记了刚刚那件事情 转移注意力 他家属就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去欣赏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角度不一样的时候 那个结果差很多 所以能够走到这个阶段可以享受 然后经常就是跟爸爸 跟阿公阿嬷这样子 可以揉揉抱抱的 那觉得那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那有些家属说 这是他一辈子以来跟长辈最亲密的一段时间 他们变成是非常的享受 那有一些的迷思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家属常会说 他好就好了 我没关系 但是事实上是他家属必须要健康快乐 我们长辈才会跟着健康快乐 那有很多家属会说 我一个人承担就好了啦 我还可以撑得下去 要等到你撑不下去才怎样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平常的时候你就要安排 其他有一些人可以帮忙 让你有机会可以喘息 那你的整个照顾会做得更好 那有些家属会觉得说 我要全心全力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照顾他 那要到他能够痊愈 这是不可能 能够让他有好的一个照顾品质 自己必须要喘息这样才行 好 那这些的迷思呢 我想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行天工 有整理出来的资料里头 大家可以来做一些的分享 好 那这个是在预防失智 这么一张的这个头影片 把他做一个摘要 趋吉避凶的概念 那趋吉呢是要多动脑、多运动 地中海事的饮食跟多社会参与 这个是要尽量去做的 那包括你带长辈的时候呢 跟长辈一起做一些头脑体操 那这些都是多动脑 那你平常譬如说 这个看书、看报纸 那你可以做一些这个整理的工作 或者是简报 那也是非常好的动脑 那有些人玩速度对不对 现在流行速度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是可以动脑的活动 打牌、打麻将 但是就是注意不要做太久 做太久不行 一两个钟头还好 然后呢不要这个赌钱 因为心脏病 这个就压力太大了 那多运动刚刚提到了 地中海事的饮食呢 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青菜水果要多 薄谷杂粮要多 坚果呢可以 那再来一个就是 深海鱼 但是没有油哦 注意听哦 我没有讲油哦 深海鱼 所以不需要去买一颗一颗的维他命 或者是鱼油 不需要 因为目前为止 研究并没有证实它有效 并没有 那你如果要吃的话 还是跟医生商量一下 特别是有一个叫什么 阴性 阴性 有听过 很多人都在吃阴性预防 对不对 真的有用吗 没有研究证实 没有 没有 还有人是维他命E 对不对 目前的研究是说 没有 就是 你不会因为吃了维他命E之后 就可以预防失之 没有 目前都没有证实 那你要吃银杏 一定要跟医生做讨论 因为他会跟你其他的身体的状况 还有一些药物 会有产生一些互相的影响 吃银杏一定要跟医生讨论 好 那另外 第一种海银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感染油 大家知道 那是植物性的 尽量是采用植物性的一个 这个油类 好 那还有就是喝酒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平常不喝酒 就不要喝酒了 那假设你有在喝酒的话 葡萄酒 红酒是比较好 好 那量的话就是以红酒 他一天该有的一杯就可以了 好 量太多太少都比较不好 好 适量最好 好 那多社会参与呢 就是经常参加活动 好 那你今天算不算社会参与 算 所以呢 如果你在家里头照顾狮子长辈 也经常带他一起出去参加活动 对你对他都是好的 好 那让大家不要一整天都在家里头 好 那避凶这五个 好 避免三高 肥胖 头部外伤 抽烟跟忧郁 好 因为这一些都是高风险 都是高风险 三高是什么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脂 好 这是三高 这些呢 要避免的这个都是高风险 好 那所以 我们所有的家属们 我们在座各位 其实每个人都要预防失智 好 那这个所有的都要做 那不止你自己做 你也带着长辈一起做 对他也都有帮助 所以两个一起来预防 你是预防失智 他是预防进一步的退化 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大家尽量在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 好 那团队的合作呢 你在照顾的过程里头 你要找到你的团队 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在照顾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哪一些人是你的团队呢 我举例给大家听 那你去想一想看你的团队在哪里 我们有一个家属他住在大楼里面 那他大楼里头一楼会有谁 管理员 大厦管理员是不是他的团队呢 是 他事先就跟大厦管理员说了 我妈妈现在状况是这样 他呢如果一个人出去一定会走丢 所以当你如果看了我妈妈一个人下来的话 拜托你帮一个忙 把他留下来 请他喝杯茶 跟他聊聊天 然后呢 赶快打电话通知我 但是不要用那个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阿嬷你不能出去 你出去等会胖去呢 要不要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你长辈吃不吃这一套 不吃 所以你一定不能这样讲 你反而要跟他讲说 哇奶奶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 他就很开心 那问他说 这是谁买给你的啊 哎呀奶奶我这边有一个茶非常好喝 我请你喝好不好 跟他设法给他留下来 这才是聪明的方式 把他留下来 赶快打个电话 给女儿儿子都好 所以你要留几集电话给他 这是你的团队的成员 再过来奶奶万一不小心给走出去了 好接下来巷子里头路口呢 就有一家干妈店 干妈店的老板 要跟他说 好跟老板事先讲 我妈妈的状况是这样 他有可能出来呢 就会不见了 你要看到一个人的话 拜托你把他留下来 好那妈妈还有可能去干妈店买东西 对不对 他会出现一个状况是 同样一个东西 他一天可以买上十次 二十次都有机会 啊怎么办 沒關係啦你就买了 可是我跟你打个商量 我可不可以事后拿来跟你换 事先讲好 这样子就最少冲突 最少问题 事先就讲好了 万一干妈店他又错过又跑出去了 接下来下一站 有个派出所在不远的地方 派出所事先也要讲 还包括说 我们这个阿嬷可能去到干妈店 东西拿了就跑 钱都没付 你有没有看过报纸上写说 干妈店的老板把阿公带去警察局 说他偷他的东西 阿公死口否认 阿公真的忘记他有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那个短程记忆很糟糕 所以马上他就忘记 这是我的东西啊 怎么是他的东西啊 这种状况会有 但你事先跟派出所的警察打好招呼 那派出所警察就不会对你们家的长辈 大声刺贺 而刺责他 不会骂他 因为他已经知道 他其实是有失之症的长辈 这些都是你的团队喔 那你有没有想到你有好多团队了 参缘很多 还有更多的 我们的师兄师姐妹 其实都可以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医员 大家彼此互相帮忙 那我们台湾思日症协会有0800专线 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过来问 那医院的医师 护士 社工 也都是你的团队成员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他们去做讨论 那当然你会说 以前很忙耶 能够讲一分钟的话已经了不起了 那没有关系 他旁边的护理人员或是社工人员 也都可以帮忙 那0800专线要记得 0800 474 580 474是失智时 580是 我帮您 好 我帮您 失智时我帮您 474 580 那可以打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的9点到5点钟 好 这段时间是080专线的时间 那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打这一次电话 那或者你在网路上呢 可以用email的方式去提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协会的状况 有些时候因为活动会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 好 那可能稍微等一下 好 我们会再回 所以找到你的团队成员 大家一起来帮忙 那其他的家庭的成员也是一样 要一起来讨论 照顾的一些的方法 那另外这里有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事情是 当你去上课的时候 拜托要跟你的兄弟姐妹都讲 有这个课程 我们大家一起去上好不好 我碰过一家子 五六个一起来的喔 那个超优秀的 这是最棒的 因为大家会有常常意见上不合 那如果大家一起去听课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省力的方式 你叫一次他不动 叫两次 三次 没关系 总有一天他会去 你就给他机会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包括家属团体也是一样喔 就是一家人都去喔 那也非常好 那因为我们家属团体呢 在那个事后就是专题演讲之后 我们会分组 分组分成几组 每一个就在不同组里头去听 听大家的分享 每个人听到不一样的回去在一起分享 那也非常有意思 那我看到很多家庭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分工非常好 基本的功夫里头呢 包括了要维持身体的健康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预防食指 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喔 不只你 不只长辈都一样 这个是你跟长辈要一起来做的 好这个刚刚提到了 安全的维护 好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长辈会出现哪些安全上的问题 而你需要事先做准备 好包括了走丢 好会走私 那走私呢你可以用爱心手链 你还可以带他去做指纹纳印 那还有环境上做调整 譬如说 那个我们有一个家所呢 他就把那个钥匙改变掉 那比较复杂一点的钥匙 让长辈没办法自己开 那另外还有在高一点的地方 还矮一点的地方 各有一个手 让长辈要出去的时候 难度加高 而在这边耗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家属就会能够及时感动 另外还有一个是门一打开之后 就会有那个音乐产生的 那样子的东西呢 家属就会知道说长辈出去了 那另外在他的衣服上面 可以有一些辨识物 包括有一些是绣名字 有一些是帮他制作名片 放在他的口袋 他的包包里面都放 还有一个是迷你庞德 迷你庞德他相对来讲 就是要花比较多的钱 那他是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东西 待在身上 那长辈走到哪边 可以经过卫星定位 可以找得到长辈 那他另外有一个好处 是因为他是属于保全公司的 长辈从台北跑到嘉义去了 有没有机会 有 跑到嘉义去了 那保全公司在嘉义 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保全人员 所以当他卫星定位 他会发现他在嘉义的时候呢 他们嘉义的保全人 就可以过去把他带回来 这是他的好处 但是相对来讲 要花的钱是比较多的 好 再来 平常的时候要准备有相片 因为当他走丢的时候 你需要找他 那该怎么样斜巡呢 当然要找的时候怎么找 譬如说要跟警广讲 那要跟这个派出所要去报案 那如果你去派出所报案 他跟你讲说 要24小时之后才可以报 拜托你跟我们讲 你身是哪一个派出所 好 长辈不能等那个24小时的 不行 24小时之后 他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好 所以我们是尽快的报案 尽快的能够去通知大家 好 那长辈其实24小时当中 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好 所以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好 再来 其他的意外包括家里头 有没有机会可能闹火灾了 水灾都有机会 所以安全的瓦斯炉要使用 烟雾的侦测器 甚至有一些浴缸 还有自动止水的一个功能 危险的物品包括了什么 药物是不是危险的物品 因为我们长辈吃药 譬如说心脏病的药 他吃过之后他忘记了 又再吃 有没有问题 哎呦 这个大事大条 所以呢 这些药物要锁起来的 那还有沙拉油跟那个沙拉托 看起来很熟的 熟都同熟的 就搞错了 那像这些其实都要注意 还有那个老鼠药 看起来就很好吃 拿起来吃 这个也要小心 危险物品要收 那意外的进食 这个其实是 就是一些意外的进食的部分 那财务的意外 这个是个伤脑筋的事 没财产没关系 没钱也就没关系了 问题是 又有一堆财产 然后他又还有行动能力 又还会自己跑到银行去 还会跑到浩子去 这下伤脑筋了 这很伤脑筋了 如果能够的话 家里头有没有哪一位家人 跟这位长辈是最能够沟通的 他最信任的那一位 如果有的话 就由这位跟他一起来沟通 然后银行的账户 尽量可以的话 变成是两个人的名字 共同的联名账户最安全 他要去提前 我们现在那个 有没有很多诈骗的案子 多的不得了 不失智也都会被骗 对不对 更何况我们失智的长辈 对不对 所以那个 那个银行的账户 非常非常要小心 他们是很有机会 被抓去这个 把钱领出来 然后就给骗走的 非常有 有没有听过 那个长辈往生的时候 然后突然跑出来一个 你从来不知道的一个妈妈 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对不对 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人家带去法院公证了 结婚了 家人根本不清楚 好 等到要分财产的时候 跑出来了 好 这种case 有听过吗 还有 那个 呃 零骨塔 买了六七八个 因为买完之后忘记了 又再买 就一口气 就这样买买买买买 买了七八个 这个卖零骨塔的实在是也很没良心 明明知道他买了 还继续在鼓励他买 因为他短程记忆很糟糕 他已经忘记了 好 那像这些事情 会不会造成家属很大的困扰 会 财务上的损失很可怕 好 跑耗子一戏之间 可能就赔上百万千万都有机会 好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重要 好 有一个叫辅助宣告 辅助宣告 那辅助宣告的意思是说 在长辈确定有失智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判断力不好了 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一个正确的 好的一个判断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法院去申请 好 帮这个长辈办一个叫辅助宣告 那辅助宣告的话 他做这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包括你房子要过户 好 其实过户这件事情 在很多过去的纠纷的案例 还不是跟别人家的人 是跟谁 自家人 好 那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兄弟姐妹 就带着长辈就把他过户掉了 好 因为爸爸说要给他呀 可是爸爸说要给每一个人 因为他每一个都说要给他 他忘记他已经说了要给谁了 好 这是长辈失智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多 好 那包括这些重要决定 都一定要辅助人去共同签名才可以 那法院要判谁来当这个辅助人 必须要经过一个 一个严密的过程 严谨的过程 好 那所以一定会让家人都知道 共同有一个共识之后 才会做这样的决定 那谁是这个辅助人 谁是能够带给这个长辈最大的好处的 那这才是他的一个辅助人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没财产就没事 但是有财产的话 这个纠纷可是多着多着 好 交通的意外 各位在报纸上还是网路上 以后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长辈高龄者发生的交通意外 这一些的高龄者会发生交通意外 里头大概七八成以上都是私自的长辈 因为他判断会有困难 他不知道那个红绿灯斑马线是什么意思 我看过交通部的一个影片 他就照出来 因为他是那个这个街道上的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摄影机就录下来了 那个阿嬷过马路的时候 过到一半晚上的时候 过到一半呢 旁边来的一辆那个头拉骨 结果这个阿嬷 那个头拉骨就给他扒嘛 那头拉骨想说我扒了之后 你就会闪对不对 结果那个阿嬷听到头拉骨扒 他就转过身面对头拉骨就看着他 头拉骨那个司机认为阿嬷应该要会扒 我就一直给你扒 你又不会扒 结果今天真的给他种下去 就这样 这种case 以后你会听到越来越多 那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私自长辈 七八十岁以上都在外面活动着 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拜托各位 未来在路上看到长辈过马路的时候 帮忙留意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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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辈过马路 如果你发现不太对 跟着他走一程 带他过去就好 好 那看一下 OK 没问题 再离开 每一段有人带一下 那就非常好 那我们大家都这么做 我们长辈就会很安全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八十几岁的阿公 推着轮椅一个也是很老的阿嬷 晚上的时候 在马路上推着 那他走在哪里 慢车道 实在是看了真的是很难过 那我就陪着他们走到回家 因为你真的很担心在那个过程 晚上的时候 老阿公推着老阿嬷在慢车道走 那今天不知道发现什么事 所以这个是未来 我们大家共同要面对的事情 只会越多不会越少 那各位现在在座是中年人 中年人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等我们这一辈老的时候 然后情况会怎样 更惨喔 你在街上流落街头的机会会更多 因为那个时候可以照顾的 照顾你的人更少 所以大家好之为之 努力预防失智 保持自己是非常的健康 要不然的话真的没办法 我们家我们就有六个兄弟姐妹 那我有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 现在的了不起是这样 甚至有一些是没有孩子 真的差很多耶 所以我们这一辈的 中年这一辈的 我们互相勉励一下 现在开始就要预防失智 我这样说中 好 真的是要这个 大家要努力来预防 然后呢 其实要建构好我们将来的 整个长照的系统 才有办法将来可以照顾得了 我们这一些的老人家 好 这个呢 跟长辈站在同一国 你听起来觉得怎么样 那你稍微回想一下 你跟他是同一国还是不一 不同一国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他不同国 很多时候 那长辈说我要回家 我刚讲了 我要回家 明明这就是你家 你已经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 你还说你要回家 家属通常就会生气了 然后就会告诉他 这里就是你家 你看这是你的照片 这是你的儿子 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怎样怎样 对不对 通常都是如此 这个叫做不同国 这叫不同国 那所谓同国是怎么样 当长辈说我要回家 其实我跟你讲 他也不是真的说要回家 不一定真的说要回家 他其实有些时候 只是想要出去走 有种透透气 但是他讲话上呢 会有困难讲得很正确 那如果你懂得他 就是说 好 那我们就先来换个衣服吧 我们要出去了 那换个衣服 那我们找一件 这个舒服的漂亮的衣服 那你就去衣服跟他一起挑选 挑选的过程他会不会忘记 有机会 有机会 如果你又再跟他讲说 这件衣服你穿起来最帅 这件衣服是谁买的 跟他转移注意力 他会不会忘得更快 就会忘掉了 好 有一个儿子照顾爸爸 这个爸爸半夜的时候呢 就会起来吵 说他要出去 他要去上班 八十几岁的爸爸要去上班 半夜的时候 儿子气了半死说 我白天还要上班 晚上你还给我搞这一团 对不对 生气喔 所以两个就吵 那这个老爸会不会让给儿子 不会 我是你老爸耶 他还知道他是他老爸 我老爸想要出去我就出去 我干嘛要听你这个儿子 对不对 这儿子我想要出去 为什么不给我出去 两个人就吵 好 那后来儿子学到了 他后来改变一个方式 老爸说我要出去我要去上班 儿子就说 喔好啊好啊 这个外面天气还蛮冷的 我们先吃点东西再出去吧 笑不笑顺 笑顺 这个儿子笑顺 所以他就准备好东西 给老爸吃喝个热的 吃个甜的 老爸开不开心啊 开心 吃饱了 喝饱了 再来呢 舒服了嘛 好 那我们就去睡觉吧 好 然后就儿子带了老爸去睡觉 就再睡到隔天早上 怎么样 就没事了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那儿子还要不要跟老爸讲说 好 你咱们拨没啊 插到出去怎么怎么怎么 要吗 不需要了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没有用了 好 明天不可以再吵了喔 有没有用 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那明天会不会再来 还是会喔 怎么办 再来如法炮制 好 你唯一还能够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 白天的时候增加他的活动量 让他累一点 晚上可以睡得沉一点 好 这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了 好 你还要怎样怎样怎样 有些时候都很辛苦 好 吃很多安眠药好不好 因为喔 他有可能白天的时候 会昏昏沉沉的 而且行动会怎样 更迟缓 那容易跌倒 好 所以药物其实是尽量少用 特别对老人家 因为他在身体里头 停留时间会更久 累积的会更高的溶度 好 所以药物越少越好 好 所以就是像这样 这个叫做同意国 你要跟他同意国 这是最顺的方式 好 这恐怕对家属来讲 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 因为太多的家属 好 一开始都想要把长辈转过来 要把扭过来 好 可是大概要磨上好一段时间 每个人不一样 才在那种头破血流 有的情况之下学到说 啊 算了那就这样吧 就让他这样 好 但是如果你经过上课之后 你了解到了 那其实对他来讲 他那个脑细胞已经坏掉了之后 你要去把他扭转过来 其实是效果不脏的 好不如你就顺着他 我们刚刚说了目标是什么 让他可以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 让他可以减缓退化 那也就好了 那也就达到你的目标 看清楚这一点 你就会释怀 好 好 那看重他当下的能力 那我刚刚有讲到锐智跟失智 那锐智是看他还有的能力 失智是看他失去的那一部分 那我们重要在照顾他的时候 看到他还有多少能力在 而尽量去发挥他 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好 这边还有一个固定的照顾者 固定的照顾方式 那你可能会讲说 那这样子那个固定的照顾者 不就很辛苦吗 那原则上不是每天在换人 你可以譬如说好了 一三五是这一个 二四六是哪一个 没关系 但是你就固定这两个 或者一到五是一个 礼拜六礼拜天大家轮流 那也可以 但是就是固定这样的模式 那照顾的方法 每个人都会不太一样 那你们之间要有一个联络簿 互相的交班本 那知道说什么东西长辈吃跟不吃 他吃的方法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状况他会愿意动 怎么样的状况会愿意洗澡 洗澡也是一个大问题 好 那这个是要交班的 顾到面子很重要 顺势转弯很重要 顾到面子呢 譬如说好了 你发现客厅里头有一泡尿在那边 通常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就把它擦掉了 你会不会去追究 不会非常好 不会非常好 可是有很多家属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去追究 到底是谁尿在那边的 看到阿公呢 裤子就是湿湿的 阿嬷就很生气抓他过来看 你看你裤子湿湿的 这个就是你尿在那边的 以后不准尿在这里 下一次尿尿一定要到厕所去 要不然你就告诉我 有没有用 没有用 那就是擦一擦帮他换裤子就好了 嘴巴碎碎面 其实对他是一点用都没有 好 反而你要顾到他的面子 你要是顾到他面子的话 他也会给你面子 这是我的经验 好 当我在跟长辈互动的时候 我越是顾到他面子 那他越会跟我配合 那我越是给他难堪 他不理我的 他把我当坏人 了解意思 那个关系很重要 所以跟长辈之间 尽量是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你给他面子 在别人的面前 你也要称赞他 有一部分的家属是这样 我跟那个家属讲说 你们家这个阿公好厉害 会做好多好多事情 那个家属通常太太 太太都会这样 他在家里什么回头就不会 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就一直闲一直闲这样 阿公当下就得也很难看 几条线就下来了这样 就很想要赶快走掉这样 可是我们尽量不用这样的方式 当我给阿公很多的愉快的经验 让他觉得我很欣赏他 我很赞美他的时候 阿公每次看到我就会笑 那阿嬷也是喔 看到我就会 啊就开始笑 然后就跟我讲 阿嬷其实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阿嬷就会说 好啊你今天来喔 不管在哪边碰到他 都会讲这一句话 看到我就会笑 阿嬷其实他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好 可能也不记得说 我是哪个地方的什么人 可是看到这个脸 好 那个过去的经验其实是正面的 好 所以尽量给他面子 好 尽量去称赞他 这个超级超级重要 而且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其实是同样的原则 但是你重要是让长辈安心 好 让他觉得安心 这个很重要 好 那 重复的一个保证 好 让他心能够放得下来 好 顺势转弯 顺着他的事 然后用其他的事情 把他转移注意力掉 好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好 好 那 让他生活当中 尽量有成功的 有意义的生活的经验 好 尽量让他很快乐 有自尊 让他做他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再讲一个例子 好 我们在协会里头 我们带瑞智学长的一些 长辈的活动的时候 好 譬如说有一次好 我们有一个长辈 大家都在讲说 他是民国几年出生的 那每个人讲讲讲 那这个长辈的时候 他一讲大家就哈哈大笑 为什么 差太远了 他讲说他是民国四十几年出生的 明明已经八十几岁了 那好可怜 所以大家会笑 表示会笑的这些长辈呢 脑筋还不错耶 对 所以他们功能其实是有一些落差 结果这个长辈呢 就是讲了就会错 大家笑他其实不知道在笑什么 所以当下他会怎样 就难堪 就会很没面子 好 那我们希望长辈在活动过程 不要挫败 不要没有面子 而每个都很有成就感 所以呢 我们就在那个每个桌子前面 我们都有放一张那个桌牌 桌牌上有长辈的名字 那我们就在长辈的名字旁边 再注明说民国几年出生 好家住的这一个 那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写 每一个长辈通通都写 才不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只有我那边有写 别人都没写 好那这样子的话 长辈就可以讲得出来 正确的出生的年 那就不会挫败 好 所以我们是看长辈 能做到什么 不能做什么 而他不能做的 我们想办法 让他可以做得到 所以像说你问长辈说 今年是民国几年呢 好 啊长辈可能讲说 这个 九十六年是不是 好 好 那我们就会说 诶 好像还要再加一点 好 长辈就说 哦那九十八 九十九 哦我们就掌声鼓励了 好 像这样 好 我们是让他有机会成功的 我不是要让他挫败 我不是要让他觉得说 你今天已经失智 你就要努力上课 不是这样的 而让他有机会成功 那他有机会成功的时候呢 他就会愿意做更多 愿意跟你参加活动更多 好 愿意跟你配合更多 好 这是我们经验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些来上课的长辈 瑞智学堂的长辈 通常一开始都不要来上课的 好 我们长辈有一句话说 我没有办法是怎么大家去那里 很无辜的 好 我今年八十几岁才可以上课 好 好 那就很不情愿 好 我们都会转换 好 我们开会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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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去参加活动 来交朋友 都可以 每个长辈是需要的用词不一样 好 好 那长辈通常一开始都这样 好 可是到最后 我们都会有结业典礼啊 然后会 会这个课程结束 好 长辈就会问说 常常要再开会 好 然后 以前刚开始就不愿意上课 后来就慢慢会问家属说 今天是不是要上课 然后早上起来 就三穿好穿这样 准备要去上课 就发现长辈的进步 家属开不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 长辈来学堂上课之后 除了来学堂上课 他没想办法去其他地方到处去上课 一个礼拜就变得很丰富 有很多课程 长辈可以在不同课程很快乐 这个就是我说的 其实长辈可以有依然精彩的一个生活 那家属呢 我们其实对长辈有课程 那我们对家属呢 也有家属另外的一些课程 那我们也有安排一些的活动 让长辈跟家属可以共同参与 我们的运动班里头 是长辈跟家属共同要参与的 那因为家属回去之后 要带着长辈一起做运动 那个没有办法靠长辈一个人 那一个礼拜一次的课程做运动 那是没什么好 所以家属就是要带回去 跟着长辈每天一起做运动 这样对家属有没有帮助 有 家属自己也可以做运动 身体也会更好 所以两边一起来 好 好 那环境上面 尽量是长辈熟悉的环境 那有一些正向的刺激 光线尽量是要比较足够一点的 那目前我们正在筹备一个示范家庭 将来大家可以带长辈一起过来 那这个示范家庭其实就告诉你说 这个环境里头我们可以怎么样安排 那对长辈来讲可能会是更好 那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 半天的时间一起使用这个空间 那等这个好的时候会让大家知道 好 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件事情 就是熟悉 这个熟悉 因为有一些的这个长辈是住在乡下 那子女呢在台北 所以就要把长辈从南部带上来台北照顾 可是长辈转换环境之后 会乱的一塌糊涂 那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些技巧 那当然如果你在南部 他原来熟悉的空间 他可以继续留在那边 然后是周围有这个亲婆好友可以帮忙照顾 这是最好 那万不得已你需要把他带上来北部的话呢 把他在南部的家具 他熟悉的家具 熟悉的用物 尽量带着一起来 而让他减少那个陌生的感觉 就是有他熟悉的东西在那最好 特别是 阿嬷的戒争如果要再进去 那戒争就要打过来 这个非常重要 阿嬷的戒争和阿嬷的心 这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一定要带过来 那如果你的家里头 房间的方位还可以选择的话 房间跟太阳之间的关系 还有房间跟厕所之间的关系 能够跟他原来的生活环境 越像越好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出来房间之后 往厕所的方向是固定 你不需要思考的 那当你转换一个环境 你已经住到旅馆还是住到别人家 你一开始会有点错乱一下 但是你很快会转过来 可是狮子长辈呢 转不太过来的 所以如果你帮他考量到的话 他就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 这个是你在环境上可以去注意的 那长辈都会有很多的行为问题 那这些行为问题包括说 他可能会看到你看不见的东西 有没有看 有没有听过 还是看过 就是长辈会说 一大只小孩走来走去 那有没有 没有 这个是长辈有可能出现一些幻觉 那他也有可能听到一些 你没听到的声音 那是听幻觉 可能会怀疑你给他下毒 会有一些妄想 可能怀疑太太在外头有男朋友 那也是一些妄想 这个都会 那每家子出现的不太一样 那他会持续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那这就是长辈的疾病里头 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你就接纳他 他是会有这些状况出来的 那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那尽量我们用预防 就是你比较知道说 他哪一些时候 特别这些的行为问题会出来 那很多是黄昏症候群 黄昏症候群就是 这些问题 你提早一点 譬如说 他如果大概是四点半之后 就开始会有这些行为问题 假设 那你可以提早一点 我大概四点左右 我就带他出去散步 如果他喜欢散步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做 或者这个长辈很喜欢唱卡拉OK 我在他那个行为问题开始之前 我先让他开始唱卡拉OK 让他很开心 度过那段时间 那这些的预防的措施 其实会比较省力一些 可以试试看 那有关行为问题 事实上 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 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 恐怕没有办法 如果你前面刚刚所讲的东西 都做得到的时候 那这个行为问题会减到最少 它会是最少 我是看一个报导 就是明尼索达 有一个教授叫David Snowden 他做678个修拟的那个脑 这是非常出名的研究 对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导是 他发现说脑解剖以后 有一些人其实他有脑的那个失忆症 有一些脑的问题 可是他在临床的症状 他并没有这样的显现 那这个是不是说 在你的经验是不是确认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看那个康健杂志 也在写说 我们40岁就要预防 那个失智的那个 他有提到 还有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脑的 头的外部受伤 会影响到失智 是不是 谢谢 非常好 这个很重要 各位先不要走 这个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我们今天主题不是在预防 可是这是对在座各位都很重要的 那个修女的研究 他们发现说 这个修女 其实他脑袋已经坏得很厉害了 以阿斯海默症来讲 可能已经重度重度了 可是我们这位修女竟然 没有领床症状 就是他没有被发现 他有失日症的症状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的意思 这位修女在他过去的生活当中 他非常多的动脑的活动 非常的活跃 他其实即使年纪大 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在参与他 这个修女的很多的事工 所以因为他有这么样子在动脑 所以他的脑细胞即使剩下并不多 还是可以有非常好的功能 所以各位现在是要储备你每一个脑细胞的功能 所以尽量多一点参与活动 社会参与 尽量一点让自己可以大脑有在动 所以这个是从这个研究里头我们学习到的 那是这样 再过来提到说 40几岁就要开始预防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现在的研究发现 这个失智症出现症状的时候 早在20年前 他的大脑已经开始在产生病变了 所以你要预防 80岁才开始 少万了 少万了 但是80岁还是要预防 开始的时间其实是从年轻就开始 说40岁 当然你越早越好 所以在这各位有谁可以讲说 我可以不用预防 恐怕每一位都要 你都要开始了 从现在开始 才不会太晚 所以早上20年前 大脑已经开始产生病变了 他慢慢病变到一个程度 他也是失智症 那他们在拳击的当中打头 这家常便饭嘛 对不对 那还有 去年美国的 研究里头有提到 足球队的队员 他们老了之后 得到失智症的机会也是比较高的耶 那个风险是高的 所以头部的外伤 会提高将来得到失智症的风险 这个目前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要预防头部的外伤 那有一些的失智症是因为交通意外 导致头部外伤而产生的失智症 是有这样子的 好 谢谢你的问题 三个都非常好的问题 好 接下来 还有谁有问题 好 这边 这位大哥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如果老人家 他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晚辈的 要跟他讲明吗 好 这也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 就这样子是不是 你的问题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说 平常的时候做哪些运动 那些运动可能会影响到脑部 就是说会损害到脑部 让你有可能会有 以后会有这种失智的毛病发生 哪一些运动会导致失智 比如说你刚才说可能是拳击 他们可能会撞击头部 还是说有哪些因为你常常运动会影响脑部的 所以这种运动我们就应该要避免 有这种研究还是说 这种讨论吗 好 目前为止 动事们有讲说哪一个运动 会导致这个失智 而刚刚提到那个拳击 就是因为他有头部的撞击才会 所以只要是跟头部撞击有关系的 都有机会 所以其实我在想 那个少林里头的那个铁头工 搞不好要做一下研究 我不知道 这个值得研究一下 那另外前面那个问题就重要了 不 刚刚那个问题很重要 就前面那个问题是大难题 好 你要不要跟他讲清楚 是要明白 你会不会跟长辈一起讨论 你今天失智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好 未来还有八到十年的时间 那我们一起来规划一下 会不会 好 实际的状况如此 就是说Case by case 有一些长辈呢 是可以谈的 有一些长辈是不能谈的 他基本上他不认为我有失智 你跟他谈失智 他会觉得是你有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我们长辈很可爱耶 他那个药觉得说 应该是他太太吃不是他吃 他觉得他太太比他还严重 好 这种Case非常多 好 那如果这个长辈自己 并不认为自己有这个状况的话 你跟他谈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好 你现在跟他讲的目的是什么 好 那有没有效果 因为他下一课中 又忘记了 好 所以那个效果其实是没有用的 那你就斟酌一下 你要不要跟他谈 好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瑞兹学堂里头的长辈们 有些时候长辈大家就会讲 现在头部差很多 现在什么事情就记不住 出去走不回去了 长辈自己会讲耶 那他讲的话呢 我们就顺着讲了 我们就开始问说 阿嬷你敢不这样 阿公你敢不这样 大家就一起来讲喔 欸长辈可以讲耶 真的 那每个人就会讲说他的调试方式是什么 好 那个阿嬷很可爱 83岁的阿嬷 那个奶奶啦 他就说没关系啊 走出去找不到路回家 他就Taxi 他就回去了 这就是他的调试的方法 好 那有一位 才50多岁不到60岁的一位先生 他就说我白天都没有问题 我白天骑着摩托车 我到处走都没问题 他来我们协会上课 也是自己来自己回去喔 不到60岁 可是他说晚上我就不行了 他晚上出去 他找不到方向 因为他看 这明明就是我家四周围 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我们家 所以他后来他就不敢晚上出去 这个是有觉知到自己的状况的人 那你就可以跟他谈 好 那他如果我们 在我们专业用语叫做病逝感 他有病逝感 你就可以跟他谈 他没有病逝感 你就很困难跟他谈 好 那有病逝感 你跟他谈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态度 怎么说 有位长辈 他跟他太太之间 就常为了这件事情 太太问我说 哎唐老师 怎么样可以让我先生承认 他有失智症 好难喔 他说他跟他先生讲 他先生说 没有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好 那后来我跟他先生 有机会在谈的时候 他先生跟我讲说 得这个失智症实在很痛苦 以前会的事情 现在都不会 以前可以自己做的事情 现在都还有人家陪着做 觉得实在 人生没有意思 变成这个样子 那他以前是一个在 电视台里头工作的一个 非常能干的一个人 从早年第一次有电视台开始 他就已经在电视台里头工作 非常能干的 然后在家里头 其实他就是老大 而现在变失智 他非常没有办法接受 好 但是在跟我谈的时候 他可以谈 好 可是当他太太逼着 要他承认失智症的时候 他时高否认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当你跟他谈的时候 的一个方式跟态度 让他其实是有尊严的 其实这是很重要 那你是想帮忙他的 那也同理他的一个心情 这其实是重要的 那我们在那个长辈的团体里头 有时候很有趣 我们长辈通常都不承认他有失智 可是当我们工作人员 在忘记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长辈的反应是什么 你高温是有什么 那你说他有没有感觉 他其实是有感觉的 好 那我们有些长辈说 啊我们这头头都这样这样 那长辈自己讲不是我们讲 这长辈自己讲不要没关系 我们就不能这样讲 所以要看case 看时候 如果时候他正好提到 那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 好 那谈的方式尽量是他 有尊严的一个方式来跟他谈 好 要让他有一个保证 就是说他会放心 没关系 我们这孩子 我们会负责照顾你 好 你会忘记这些没关系 我帮你记得 好 这个很重要 让长辈放心 好 那他愿意跟你谈更多 好 那至于财产这个问题呢 真的得好好谈 让长辈知道 哎呀这个出问题了 这个再出问题下去的话 真的我很担心 好 可能钱财就被 被 被人家拿走了 好 所以为了预防这个钱不见了 我们必须要做一点什么 好 那好好跟长辈谈一下 那找家里头 他很信任的几个一起来谈 这个非常重要 而他是确定会被保障他的这个安全 他的未来的照顾 这些让他觉得是放心的 好 不是你要把我的钱财全部抢走 然后就把我丢了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让长辈放心的情况下 他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 他也有病逝感 你可以跟他谈 大概是这样 好 那网站上有一个网站 国际的一个网站 他是世界各地会用英文的失智患者 他们共同分享经验的一个地方 好 那有一个患者他写了三本书 失智了之后写了三本书 告诉大家失智有多痛苦 好 那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博士 他失智了之后写了一本书 好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部分有辨识感 有一部分没有辨识感的 好 大概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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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